校委會裡面 先到 海平平東 他在這個同一五個委會裡面 他們 多次的去拜訪 教育部 直接出來 包括 然後那個 華教士 或者是我們那個 生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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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在那邊說 他們有這麼多的接班 就是說 如果平東有 立方有這樣的一個人叫的話 那他們也很樂見 就是說 立方的生命 能夠還在我們部裡面 那由部裡面來去租 等於說 有一個地區 部裡面有一個依據之後 那部裡面就根據 立方的這樣的一個學校 還去主要 要把 譬如說 把 田東的科技大學概念 田東大學 或者是 甚至 如果 還有是建立部的學校的時候 還可以去做資源的生物 所謂資源的這個就是 把 不同的地區的 國立學校 去把很多國立的大學 好 我想這個是 我們來的那個 派會現場 就是這樣一個事情 那 重點 其實 三個學校要不要去做 這個事情 也許 這個路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 林東 只要一所大學 這個它有很深的 學校的學校 我們也希望 這個林東大學 其他的特色 除了 高中 高中 畢業的學校 以外 也能夠兼顧到 高級學校的聚業生存 所以我們會讓 未來這個大學的 反面 還能夠影響 這個事情 全面的 謝謝 謝謝 謝謝